西安1936 作者菊世君 第十九章 董建吴建章学良 意外促成第二次洛川会谈 二 四年后校长不访计又把董建吴召会上海 让他做了校长助理兼大学讲师 把他朝着圣约翰大学华人校长的方向培养 结果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对日本的武萨运动 董建吴支持学生们罢课 祭奠伤亡同胞的活动 而校长不访计坚决不同意并带人破坏现场 导致董建吴和不访计面对面大吵一架后决裂 553名学生和教授宣布离校 并在上海重新成立了光华大学 一直开办到1951年 也就是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董建吴并未在光华大学就职 而是到圣彼的教堂找了份跟他第二专业对口的工作 牧师 圣彼的教堂就是现在上海市静安区的怀恩堂 董建吴到这里做牧师更是专业对口 牧师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各种活动仪式 从职能角度说 牧师是教堂内主持教务并管理教徒的工作人员 网告上的说 牧师是带着教徒走向宗教世界的引路人 董建吴不是一个普通牧师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口碑以及人脉资源 他常常服务上海滩的社会名流 比如宋美龄的母亲倪贵珍 就经常邀请董建吴不到 换其他人他不乐意 在主持宗教工作以外 董建吴广交社会上层人士 还加入过青帮 余都月升 蒋介石等人都有交情 黑白两道都混得很开 1927年6月份 在大学同学普化人的圣腰下 董建吴向教会请了一年的长假 离开圣彼得教堂去了洛阳 做了一名随军牧师 中国的军队还有随军牧师 这个稀奇是恐怕也就那个年代才有 董建吴去的那支军队是西北军 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被称作是基督将军 原因是他早年兵败后很颓废 每天在附近的教堂里散心 意外被感化于是入了教 之后他干脆以基督教制军 他娶的第二个夫人李德权 家里三代人都是基督徒 对牧师有很高的需求 于是通过董建吴的老同学 把董建吴请过来 做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 同时兼任冯玉祥一家人的英语老师 后来讲届是发动青党行动 冯玉祥也跟着参与这事 不过冯玉祥并没有迫害共产党员 故意把他们装上卡车押往南京 半路制造了一起集体逃跑事件 在这一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董建吴 则被冯玉祥保护到了1928年10月份 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派人护送他返回上海 回上海后董建吴继续回圣彼的教堂担任牧师 期间负责保卫工作的陈庚 看中了董建吴的社会关系和能力 经过他的说服和引荐 以及周恩来的批准 董建吴便加入我党最神秘的组织 中共特科 中共特科极具神秘性 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 在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外 其他人均不许过问 中共特科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情报 保护高层 暗杀叛徒 其最核心的团队是情报组和行动组 情报组里是董建吴这样的人精 行动组里是视死如归百步穿扬的高手 成为特科成员后 董建吴上班的教堂变成了我党的安全屋之一 他还在陈庚的指示下开了一间名为松百斋的古董店 也是特科人员的碰头地点 我们在谍战片上看到过的最经典情节 说不定就来自董建吴的发明 比如董建吴曾创造性地在教堂二楼的阳台上摆着一盆花 暗示今天安全 可以进来开会货避难 如果哪天没摆那盆花 说明教堂里有外人不安全 自己人就假装路过不会进教堂 再比如周恩来有一次紧急撤离 住处被军警封锁等待搜查 一份重要文件藏在屋内需要特科取回 董建吴约了几十个收古董的摊贩在大门口跟军警炒作一团 声称房屋主人把家具卖给他们要进去搬走 混乱中特科队员溜进大门上到二楼取走了文件 还有一位高级别党员判变造成很多人被捕 特科接到命令将他除掉 第一次暗杀子弹击中其脖子后住院治疗 住院大楼和病房被严防死守 董建吴说服医院牧师并收买了护士 让特科队员假扮医生混进大楼 制服门口的24小时守卫 将病床上的叛徒杀死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恐慌 412青党运动后 大量革命党人东躲西藏自身难保 他们的子女就委托亲戚朋友带养 有的甚至流落街头 董建吴接到党组织的任务 以教会的名义成立了大同幼稚园 特意托关系找国民党元老于幼任提写了校名 让普通人不敢打幼稚园的主意 1930年幼稚园成立后 专门收留革命同志的子女 园内工作人员也是革命家属 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儿童中 最知名的莫过于是毛岸英 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 毛岸龙四岁那年染病 在幼稚园意外去世 后来国民党发现大同幼稚园有问题 反复施压和破坏下 幼稚园于1932年被迫关闭 毛岸青和毛岸英俩兄弟此后几年 一直在董建吴家里生活 直到1936年6月份 有李渡将军将两个娃送往苏联 这一段我们暂且不表 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 蒋介石在1935年的下半年 真正确定了抗日想法 因为他开始在经济上筹措物资 并在各大城市建立防御攻势 而那个时期舆论的抗日诉求极其强烈 蒋介石压力很大 于是打算通过招安快速解决红军问题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将红军拆散编入国军 然后送上抗日战场消耗掉 为此先后找了四个人从不同途径 接触党中央最高领导层 其中有一个人便是董建吴 最后董建吴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蒋介石最初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舅子宋子文 宋子文又找到二姐宋庆龄帮忙物色合适的人 宋庆龄告诉他 你的大学同学董建吴就是最佳人选 我们跳过他们沟通协商合作准备的过程 临行前宋庆龄给了董建吴一封密信 以及一大包自费购买的云南白药 还有一份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 也就是宋庆龄提到的护身符 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通行证用 直到接过这份委任状 董建吴这才意识到这次的任务是蒋介石的意思 果然在出发前老蒋专门召见他 当面口述了五条意见让他传达给红军高层 这五条意见大意是说 希望红军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国军就立即停止围剿 双方可以联合起来一同抗日 当年从上海去陕北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向北先后经过江苏 山东 河北 山西等省份进入苏区 走这条路是为了绕开国民党的封锁 但是这条路意味着选择了艰难模式 不但遥远而且要穿过大量荒无人烟的地方 土匪路坝半路打劫是常有的 另一条路是直接坐火车到西安 然后从西安一路向北抵达苏区 这条路行程短夜好走 但是要设法通过封锁的重重关卡 假如从保密的角度 走第一条路当然好 但是能不能活着到达瓦窑补都说不准 考虑到自己在西安有朋友 董建吴决定先坐火车到西安 然后另想办法 董建吴走出西安火车站大概是1936年1月15日 天下大雪城墙上白茫茫一片 为了不惊懂西安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张学良杨虎成俩人 董建吴连旅馆都没有去住 直接敲开了圣约翰大学同学中可拖的门 住在老同学家里慢慢找去陕北的门路 钟可拖当时担任西安禁言多半 算是既有地位又有社会关系 经过他的多方打听 所有进入苏区的道路全部设下封闭 原则上任何非军事人员都无法进入 除非得到西北角总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签发的通行证 董建吴不信这个邪 继续奔走疏通想办法 忙活了一个月人还待在西安城内赏学 张学良的大名董建吴当然知道 但奇怪的是纵使他这个社交达人居然跟张学良却素未平生 尽管宋庆龄临别时告诉他有需要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但他毕竟跟对方不熟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 当他把想找张学良帮忙的想法告诉中可托后 老同学告诉他张副司令同情共产党 东北军反战情绪也严重 找他应该没问题 于是通过中可托的疏通 董建吴以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到张公馆拜访 事情一个月没有进展 这个效率有损他的声誉 刚见张学良时董建吴本不想说实话 他亮出委任状称因为经济工作的需要得进一趟苏区 请张副司令帮忙 张学良听完很惊讶 因为那年投进苏区涉嫌通敌 提出这种要求就可以关起来拷打了 为了迫使董建吴说实话 张学良提高声音说 就凭你刚才那句话 我就可以让卫队在花园里将你枪毙 经历过风雨的董建吴倒也不怕 他知道不说实话过不了张学良这一关 于是支开左右后告诉张学良 自己去陕北瓦瑶不给毛泽东等人送信 这个任务是受宋夫人和宋子文之托 自己跟共产党方面也有关系 如果张副司令有需要 也可以从中斡选 这个理由确实像那么回事 但是张学良心里还是有疑问 既然是南京方面派来的 而且要通过自己这一关进入苏区 为何不提前跟自己打招呼呢 当天他并没有答应董建吴 只是告诉他需要办手续 第二天给基钥匙下令 向宋子文和南京方面发电求证 同时让王以哲给红军方面发电求证 很快南京方面给了肯定的答复 红军方面的答复更为热忱 说非常欢迎此人前来 将派人到红白边界迎接 张学良手握电文心里明白了 董建吴不但跟南京方面关系密切 跟红军那边的关系更密切 自己帮这个忙算是两头都有人情 既然南京方面都在派人跟红军谈 那我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1959年11月 被软禁在台北深山里 渴望自由的张学良奉命 写了西安事变忏悔录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返回西安 在当时之先后 有一人 梁忘其姓名 持有才正不公寒见良 要求进入匪区 梁轻微谈寻 比不吐实 梁告已若不录真实任务 难或通过 被迫无奈 告梁附有接洽任务 梁云匪区危险 共匪夙不讲情面 以当年在恶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 于是比吐露系共党同路人 遂以网以折将该人送入匪区 四起返回 告梁接洽经过 并同梁约 耳后互通消息 23年后张学良忘了董建吴的名字 但是没有忘记这件重要的事 张学良没有签通行证让董建吴自己去陕北 而是让副官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 载着董建吴直飞延安 1936年2月21日 美国飞行员轮得把张学良的波音飞机降在延安机场 董建吴钻出飞机 但见一队骑兵在机场接机 为首的军官静晚礼告诉他 张副司令有令 让兄弟们护送董先生前往苏区 然后两个兵过来把董建吴扶上马背 出北门就往陕北方向去了 山武银蛇圆池辣象别有一番风味 到了红白边界后 前来迎接的红军骑兵队伍已经等候多时 董建吴换了一匹马 伸一脚前一脚继续一路向北 足足走了一个礼拜 在2月27日抵达瓦瑶堡 站在了特科一把手周恩来的面前 自从上海一别 腥风血雨的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西安1936 我们下一节再见 人之一 感谢观看